小虎来到宝物云集的古董市场 却看中了老板放花生的破碗 只因庄瑞拥有一双 能拾出百宝的黄金铜 他发动神力 看出这不提言的破碗 其实出自著名的歌谣 立马就问老板卖不卖 老板直夸他有眼力 这装花生的破碗 是他的镇点之宝 张口就要八十万 这盘子上面 全部是金丝铁线 又不是冰裂纹 在歌谣中也算不上精品 这样吧 五十万 行吧 老板看出他是个半吊子选手 这种人是最好骗的 懂一点皮毛 却又没那么深的学问 于是又对盘子一通海夸 妄想抬高价格 庄瑞对自己的能力十分自信 知道这破碗专手一脉 只能赚个几百万 于是拿出之前卖葫芦 剩下的全部家道 当场买下了那个破碗 可得出鉴定之后 却说他这次当了冤大头 犯了最低级的错误 当劲就一块仔细看啊 原来这个破碗 是用古董碎片拼接的 根本就不值钱 而这种技术 就是专门来骗他这种 只是一知半解 却又自以为是的人 庄瑞的黄金童 在现代科技与狠国面前 也吃了哑巴亏 六十万也只能当花钱 买了教训 那天卖葫芦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过 古玩行里的规矩 银祸两清 错爱不咎 你自个的眼里不济 你看走了眼的话 你就得认栽 刚到了几天爆发货 就被打回了原形 两人心里很不好受 这时得叔来电话 说晚上潘家园 有个小型拍卖会 他们可以去取取经 连连掩灭 但一定不能再乱买东西了 可到了拍卖会现场 庄瑞又看上了一幅画 一幅清代的唐伯虎艳品 都能卖到一万二的价格 谁也不想当这个冤打头 可庄瑞却发动黄金童 看出这幅艳品之下 居然藏着唐伯虎的真迹 这群不失货的买家 却嚷嚷着拍卖下一件藏品 眼见名画就要流拍 庄瑞赶紧举手 这幅画我要了 这位老板您感兴趣啊 是 但是一万二太贵了 九千行吗 开卖会又不是摆地摊 价格从来都是往上走 砍价的还是头一次见的 老板死不松口 奈何庄瑞囊中羞涩 即便看出这话暗藏玄机 却拿不出这一万二 黄甫云也不理解啊 人家都说了是赢品了 他为什么还要打中脸充胖子呢 这时候一旁的梅老板突然笑了 梅老板替他补了差价 庄瑞如愿拿到了花 也从此结识了财大气粗的马哥 马哥不但没有嘲笑庄瑞 还安慰他 年轻人看走眼很正常啊 就当花钱交学费了 看马哥如此和善 作为回报 庄瑞邀请他一己见话 德书看过之后 再次鉴定为假画 因为表画的纸产自乾隆年节 装表手艺也是清代流行的 所以断定这是一幅清代高仿 可也有些年头了 花一万二买不算亏 大家都以为庄瑞又花钱买教训了 可他却突然指出 这幅画的装表方式有些奇怪 于是德书把画拿进屋里 更仔细的研究起来 果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小伙花一万二买了一幅假画 没想到减了天大的便宜 把画一分为二 下面居然藏了唐伯虎的真迹 比出干净利落 字也有精神 你看他的衣服 人 石头 画了多生动 老先生 您是说 这假的在这真的上边 这是真迹 庄瑞的黄金彤 再一次大献神力 居然捡了这么大的漏 只花了一万二 就买到了价值千万的真迹 德书对他这次表现十分欣慰 一夜之间又当上了爆发户 黄甫云也激动的不行 马哥立刻表示 原意花一千五百万买下这幅画 德书也说 这是个公平的价格 可庄瑞摇了摇头 马哥以为他嫌少 正要继续加 可没想到他却说 马哥 如果你想要这幅画 我五百万给你 原来刚才买画的时候 是马哥赞助了他三千块 按道理说 这话就有马哥的一份 马哥感激万分 现在像他这样 不被利语欣欣的年轻人 可真是不多见了 庄瑞最近的表现突飞蒙进 得出直夸他是冯泉在世啊 原来在《聊斋之以》中 有这样一个故事 冯泉无意间救了一只憋惊 憋惊为了报恩 就给了他一双无保不实的慧眼 从此享尽荣华富贵 这果然和庄业的黄金铜 如出一辙呀 有了天降横财 两人又过起了阔瘦的生活 豪华外卖随便点 还当即买了机票 去甘肃参加同学的婚礼 顺便惬意的度个假 没想到在这里 碰见了一只考古队 得知他是历史专业的 考古队热情的邀请他加入 而负责调查典当行 抢劫案的警察苗飞飞 也跟着线索追到了这里 在这充满历史色彩的木造群 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点赞观众 我们下集再说